原标题 算不上什么稀罕事 对于皇帝而言 更是如此 民间向来都有后宫家里 三千人的说法 虽说听起来夸张 但其实 却真切地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现状 很多民间贫苦百姓家的子女 一生 都以能够嫁入宫中为种 毕竟这样就有机会 侍奉皇帝 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很多嫔妃在进了宫之后 却始终没办法获得 觐见皇帝的机会 毕竟 皇室为了后代更加优秀 大多都会选择一些 十分优秀的嫔妃 对于大多数普通妃子而言 自然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根据史料记载 在唐朝时期后 宫嫔妃数量 最多十 曾经达到过上万人 在这数万人之中 能够获得辐射皇帝的机会 那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这些嫔妃的命运 其实也是很悲惨的 除此之外 妃子在服侍皇帝时 还要遵循几项规定 除了不能发出声音 还要忍受这三点 第一便是要忍受附近的旁观者 在古代宫殿中 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 宫中各个角落 都是有太监把守的 这在寝宫内同样如此 皇帝在和妃子 享于水之欢时 不远处就有一位太监 在驻足观望 毕竟万一皇帝 在这一过程中出了事 他们可是担待不起责任的 展开权文第二 便是要忍受皇帝的离去 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皇帝 就算是去见嫔妃 也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 毕竟在深宫大院 皇帝自己一个男性在外逗留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尽管皇帝的嫔妃很多 而且他们都希望皇帝 能够留下来陪他们过夜 但时辰一到在旁边 候着的太监 就会向皇帝提议回宫 而且很多皇帝 为了避免自己落下个荒淫无道的名声 都会选择跟随太监一同离去 第三最残忍 那就是需要忍受自己 可能孤独终老的命运 前面说过后宫 贫妃数量众多 但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 能够获得接近皇帝的机会 更多的贫妃 就只能够一身孤独地待在宫中 即不能获得与皇帝相见的机会 也不能出嫁他人 最终落下个悲惨的命运 但对于古代那些家庭贫苦的女性来说 能够入宫当妃 确实是一件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 毕竟最起码能够保证自己吃穿不愁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 愿意主动进宫的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